好 告诉我之后我就给你发货了啊 不要着急哦 前提下关注我的直播啊 关注我的账号啊 见到没有 没有中 下次再给你们抽吧 我到一个地方会给你们 就是发一个地方的特产 因为我不是畅游中国吗 去到很多很多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他自己特色 好吃的美食也好啊 还有一些特产 我自己觉得好吃的话 我到时候就给你们用小号用我这个号给你们抽奖 所以你们可以关注我哦 我下一站会去湖南 湖南的话有什么特产 你们可以在短视频评论区告诉我 我可以去试一下 先去试试 然后我觉得不错的话 我就买来到时候发给你们 抽奖抽给你们 有没有湖南的小伙伴呀 在我们直播间 有没有推荐的 非常漂亮的一些景点 或者适合直播的地方 也可以告诉我 可以发到我的短视频评论区 然后呢 还有美食或者是可以抽奖的 可以就是打包好 然后寄出去的 这个方便我给你们送 都可以告诉我哈 湖南的话 什么比较出名呢 可以那种游记的 游记的一些特产 抽中午不能游记啊 是吧 少要点夜 我准备一点半睡觉 不行我还 我要叫一个那个什么呢 我还得叫个那个啥 叫个土脸 我脸还干呢 不行不行 叫个乳液 叫到乳液 叫到了 然后我就睡觉了 冰朗 不行不行 不要吃冰朗 大家好不好 我之前有那个 我之前是好像之前我们有 我们公司的一个团队小伙伴 吃冰朗 我的妈呀 我是他就是湖南长沙人 他是湖南长沙人 因为就是很喜欢吃冰朗 吃到他后面 他说他嘴张不开了 我说我没有吃过啊 我也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吃什么的哈 就是说我是感觉那个吃就会越嚼越大 还有谁喜欢吃冰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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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我的一个同行一个朋友 你们会发现他的那个改变非常的明显 姓马 姓马 就是吃完我就说那个腮帮子会越变越大 越变越硬 然后牙齿会越变越黑哦 然后不但这些都会变黑 然后就是我那个之前那个团队小伙伴 他那个嘴张不开了 就是只能站到一纸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啊啊 掰不开 又就是嚼冰朗嚼的好像是 我没说我没说 到时候他来骂我 我没说我没说啊 我没说啊 我不是说他 爆料了爆料了 不是冰朗不是本来就是能吃的吗 这个不是什么违规的品吗 我看到是大街小人都在卖 我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跟那个香烟那种类似的 反正我是觉得建议建议大家就不要吃 因为我之前看到我刷到一些那种科普短视频 就是让大家劝诫大家就是不要吃这些东西的 就跟劝诫大家不要抽烟一样 他就会就是说让你的牙口腔啊 就是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变化 对吧 对吧 就是什么纤维化 对对对那个东西 嘴巴然后张不开 你得打那个瘦脸针才能让嘴张开 把肌肉 把肌肉就已经就是紧绷了 就嘴巴只能张了 就是这个样子 嘴巴张不开了 就不知道要用很多办法才能让你最后放松的 对对对有可能会那个 所以大家为了健康吧 少吃点吧 如果太喜欢也少吃点 我肯定不会给大家抽这个的 我是希望大家能健健康康的 我肯定就是送一些就是我觉得美味的 也不说多多么健康 但至少不会是让你们特别不健康的那种 对吧